小朋友们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新的故事,故事的名字叫做敲一敲,摇一摇,魔法树。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棵树有什么魔法吧。 光秃秃的大树里,有股神奇的魔力,手指轻轻点一次,翻到下一页,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。 用你的手指点一次吧。 不要停,继续点。 二,三,四,发生什么了? 叶子长出来了,再轻轻点,多点几次,点。 哇,又有好多叶子长出来了。 伸出小手,搓搓树,大树会变得暖乎乎,搓一搓。 花开了,用我们的手指,碰一碰小花苞。 看一看,会发生什么? 花开了。 接下来,轻轻晃一晃大树。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? 你看,树上的花落下来了。 接下来,动动你的手指头。 耍,轻轻拨开小花瓣。 拨,送给大树一个飞吻吧。 花瓣,花瓣落下来了,原来树上长出了苹果。 接着,再摇一摇大树。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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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树上的苹果掉下来了。 敲一敲树干。 停。 原来,树上的叶子变黄了。 我们拍一拍树叶,要轻轻的哦,不要太大力。 哇,树叶变成了橘红色。 对着大树,呼一呼,吹一吹。 树上的树叶全部都落下来了。 接下来,拍拍手。 你会发现,冬天来了,下雪了。 好,让我们静下心来,慢慢地等,不要着急。 冬天还没有过去。 接着,闭上眼睛,让我们来数到十。 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九,十。 哇,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了。